杀生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这个片名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 因此在过审时差点被逼 最后经过管岛多次沟通 才得以顺利过关 而这部历经八年的辛苦之作 足以见证管虎不封魔不成活 他挑选汶川作为拍摄地 已经是着魔了 512汶川大地震后 这个地方遇震频繁 再加上三个月的拍摄期 一天15-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剧组全体成员 每天拍完戏都跟捡回一条命一样 管虎的一部斗牛让黄渤封地 准备拍杀生 他又想到黄渤 于是提前跟黄渤打招呼 不要再接别的戏了 明年三月份开始拍杀生 黄渤跟管虎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都说三月份 黄渤就一直没接戏 从三月份到四月份到五月份 最后还不错四月份开拍了 不过已经是第二年的四月份 黄渤也因此黄了一年的片约 黄渤对管虎那是太了解了 当他接到管虎定的牛结实 这个角色时 第一时间出现在脑子里的一长串字幕 时间长很辛苦没有钱 于是趁还在家 他就做足了功课 该试吃 该喝喝 该补补 虽然补的时间长了点 但进组前还没忘带精冲药 结果刚到剧组就受伤了 黄渤是补的刚好 结实的如意投牛 可苦了大叔 郑大华 七十公斤的人 天天背着八十公斤的人拍戏 就像上班一样 从早上七点开始背 而且在海拔两千米的地方背 差点对出内伤来 每天拍完戏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按摩 管虎挑素有棚 演大反派 是相信他绝不只是乖乖乎 可不想进组后 他却耍搭牌 平时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只有他黑着一张脸 而素有棚却说 他抓不住角色 所以得时刻保持形象 而黄渤却笑他 中毒太深了 就是因为中毒太深 所以每每有余震的晚上 他都睡得特别香 但有一场夜戏 需要素有棚上场时 他却差点被余震滚落的大石头砸到 可见对于素有棚来说 睡着比醒着还要安全 出货要出根 影片中 水葬的戏份 本打算在四川派的 但赶上四川发大水 所以转战到了北京的摩水库 因为于南水性不太好 本打算用提升的 结果于南没出事 六个拖船下水的工作人员 险些丧命 而且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会水的 还全部不按领导要求 穿救生衣 玩火一看出意外 第一个冲下去救人 好在几个人平安无事 不然 哎 怎么好婆娘 来得很 除了黄渤 最会形象的 就是接生婆梁静 其实一开始演接生婆的 是四川当地的一个演员 但因为临眼前生病了 所以才换梁静商场 当梁静化完妆 一出场 着实把大家震了一把 为了演好这个爆牙婆 梁静天天瞅着王迅 搞得王迅都不好意思了 我有这么丑吗 而梁静也因为丑 拿到了最佳女馈决奖 影片中有一场骑自行车的戏 其实当初设计自行车时 只考虑了审美 完全没有实用性 黄渤第一次骑就撞墙上了 在拍骑车撞门那个镜头时 车大梁都断了好几回 黄渤摔着摔着都习惯了 关虎的戏码道具都这样 黄渤眼惯了 破皮无赖 在弹琴说爱上 却挠出了不少笑话 戏里他与于南有一场激情戏 于南看到黄渤就想笑 不仅于南笑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在笑 黄渤都被笑得不好意思了 这也是他第一次 体会到女演员的魅力 而在某节目中 黄渤曾透露 又一场戏拍了180遍 是被导演坑惨的一个镜头 不知道会是哪一场呢 玩儿无果 我是笑语人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